連日大雨看天吃飯的農民 趕著採收蔬菜 南投新鄉台南村的農民 上午趁著雨勢比較小 趕著採收龍鬚菜 夫妻倆坐在屋簷下一把一把的 整理龍鬚菜要送到市場去賣 因為雨天價格上揚 希望可以賣到好價格 沒有下雨的話 有500 500多這樣 下雨的話有的 超過800 將近到1000多這樣 龍鬚菜也可以 隨便 隨便種一種 不用人工 我們兩個種就好了 種這個龍鬚菜不用 比較單純 不用花什麼那些料 手指料那些的 收入是多多少少 有錢也有少 平均啊 來到果菜市場 菜飯表示 如果雨在一直下 菜價又會上漲了 不過也有攤販很擔心 因為菜價漲 民眾購買的意願降低 龍鬚菜 差不多在35那邊而已 一斤 現在是屬於 差不多一把 像它整把這樣五塊錢 還算可以啦 普通啦 在一直下 還要出大太陽的話 就不得了了 說不定換一倍也不一定 哇 你都沒有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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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攤販看著一堆堆 還沒有賣出去的菜很無奈 業者估計菜價回穩 可能要等半個月 不過如果雨還不停的下 農民希望降雨的情況 可以趕緊回穩 不要影響了菜的收成 記者綜合報導